油店的话是开起来蛮轻小的 因为它的起步很快 坐在车里试试性能 想买车开车出门方便 但就网友发文 买车后的开销大形容是负资产 卖车达人也分享 平均每人一年的养车费用 找出109年交通部自用车的调查资料 从各项平均费用来看 以台北市为例 油钱最贵逼近4万 维修保养费也要一万七千多元 住家附近停车费和工作停车费 加起来就超过五万 保险也不便宜要一万 零零总总算下来 平均一年就花超过十三万 还不包括税金和归费 蛮高的 就是一个月固定都会有一笔开销 起码大概四五千块起跳 应该两万多块三万块 差不多这样子 正常的话 不少车主都很有感 认为养车费用很高 第一名是无可避免的油钱 平均就要三万多 第二名则是停车费 平均落在两万 第三名则是维修保养费 看个人所需 但平均算下来也要一万元不等 而且油价现在又贵 所以什么都痛 保养也痛 当然保养那是最基本的开销 我自己的私人停车费 涨了百分之十 从十二月份开始 买车方便 但是后养车 不少车主都说比预期中 每个月都要花六到七千 真的高很多 三层 黄一层 张旗云 台北 采访摩导 下集中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